重阳节将近,长者可以领取今年的重阳礼金 以往可能长者会到公所排队领取或是游里长亲自送到府上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减少群聚 许多长者都改为申请汇款的方式 今年瑞芳区重阳敬老礼金采用汇款的比例就高达9成4 只有部分人采用领取现金 那因为本区的汇款率是大幅提升的有到达94% 那所以其余的领取现金的民众呢 自9月24号开始就可以来本所 然后领取重阳礼金或者是有一些里长会下里发放 那这些资讯其实都可以洽询里长或者是上公所的FB网站 去做就是看一些资讯 经过我们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向民众宣导就是说办理转账 那现在在我们里内目前大概剩下没有办转账的 大概只有30个 那30个有的是今年刚开始有资格的 有的是就是可能账户有问题就没办法转账 怕会被领走 公所客长表示若是用汇款的方式 礼金已经在9月21号汇入账户 现金领取的民众自几日起在公所一楼 或是个理办公室可以领取 超过时间则需要前往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来领取 那公所这边如果民众有不方便的 那我都会帮他们带领 今年因为没有到我们礼办去 办重阳礼金的发放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很多老人家有的他就是比较可能不方便来公所 然后在我们那边我们也怕说会有那个感染的问题 那所以我大概这二三十个 我尽量就是能够帮他们带领 我就帮他们带领 大家来领床礼金的时候 记得要带自己的身份证跟印章 如果是请别人来带领 那记得带双方的身份证或印章 那请记得大家 大家记得要提早来领 然后祝大家重阳佳节快乐 吉安里里长就说 今年里内可领取重阳敬劳礼金的长辈有588人 只有约30位因为刚符合领取资格 所以尚未办理汇款 汇款不但节省时间也不需要排队 还有群聚的风险 让重阳礼金领取更轻松 谢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